我當時在柬埔寨有一個非常有有錢的華人 那後來我就說 哇塞 他怎麼那麼有錢 結果後來那個 我們另外一個台商朋友就跟我講 他說當時他是個經濟犯 結果他就逃到柬埔寨去了 結果柬埔寨有政變 在一九九七的時候 他們就是韓森老師 他們縣總理 總理 他怎麼都姓韓 當時是第二次 翻譯的 第二次 第二次 然後結果他們就政變 就他們是軍政佛 就政變那時候很亂你知道嗎 很亂的時候就台商去看 全部都鶴槍實彈 然後就覺得這地方不能呆了 所以大家就全部就賤賣土地 然後或者是出脫 或拜託那個經濟犯 然後能夠幫他處理 然後把多少股份給他 因為他是經濟犯 所以他回不來 就沒想到後來事情就解決了 然後柬埔寨就慢慢起來了 所以他手上的地就一大堆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這樣子 變成有錢人 就變得非常非常富有